來看電器體也是一樣 題目說有個螺線形線圈通電之後 AC是在它的兩邊 這圖片畫得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至少讓你知道說 它是怎麼擺的 不是放那種什麼面面像影的 它是水平朝上的 要記住 然後 Sorry 這是什麼東西 嚇一跳 對啊 嚇一跳 對啊 好 我們看一下吧 有沒有女生想要改名字的 英文名字 以後你再問一下 What's your name My name is Siri 呵呵 好 來 我們看一下吧 它說 呃 這好像都把你擋住了 來吧 我再看好了 然後它說呢 AC在線圈的兩側 B在線圈內 B在線圈裡面 然後呢 D是在線圈外 那麼 請你忽略地球的磁場 那麼請問你 偏轉形形應該是哪一個 好 我們看那個A的部分 好 A 怎麼比 因為這個已經告訴你對不對 電的從這邊出發 那是從後面往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整個應該是往下才對 所以很明顯的 你應該怎麼比 是不是可以這樣比 沒錯吧 所以這邊是很明顯 這邊是什麼極 這邊是N極 這邊是S極 所以如果你用磁場的那個 還記得我們剛學的磁場怎麼畫的 它應該從這邊出發吧 然後繞過來這邊 然後到這邊 結束吧 對不對 因為一個磁場的話 不是應該是N極出發 S極結束嗎 然後內部的話 是在從S到N 還記得吧 好 所以如果我們看A的話 A很明顯的 它是往這邊吧 往這個方向 所以應該是往這個方向 答案應該選假 所以A應該為假 好 那B的話 因為還是從S到N S到N 所以這B在內部嘛 對不對 所以也是跟A一樣 也是往假的方向 然後C呢 也是一樣 它從這邊出發出去 所以很明顯的 A B C 三個都應該是往右邊 所以都是選假才對 好 D的話 是因為繞出去嘛 所以它是由右往鎖 所以箭頭是往這邊 所以是反而應該選B 這樣會嗎 可以啦 OK 好 這個把它記一下吧